Chad GPT引爆新赛道 国内AI领军者纷纷跟进 从百度阿里到腾讯字节 从清华复旦到中科院 从生耕行业的企业级应用 到国产开源超级系统 中国经营者邀请头部企业家 前沿科学家展开深入开放探讨 AI大模型开发是垂直领域的深度变革 还是划时代的突破与契机 是资本的狂欢还是技术的较量 大厂一统天下的几率有多大 新进创业者的机会又在哪里 中国经营者特别系列 基站千亿AI大模型敬请期待 Chad GPT的成功之路能否复制 其实Transformer的架构并不是最优的 用旧的思维是没有办法去颠覆现成的东西 一场重投入的持久战 不是所有的数据未给模型都能带来收益的 没有任何企业有这么大的成本 一家独大还是百花齐放 国内大厂能够切开这种所谓的壁 这样是一种双眼 中国经营者AI大模型 开源向左应用向右 敬请期待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走进本期的中国经营者 我是刘烨 今天我们迎来的是AI大模型的特别系列节目 本期节目我们就邀请到了两位嘉宾 在AI大模型的生态圈当中分别扮演着不同的角色 让我们来欢迎MOS系统的负责人 复旦大学计算机科学技术学院教授 邱熙鹏教授 欢迎您 大家好 邱熙鹏 复旦大学计算机科学技术学院教授 主持开发了开源自然语言处理工具 复旦NLP和FAST NLP 2023年秋熙鹏团队发布 Late Chat GPT模型MOS 是国内第一个发布的对话式大型语言模型 目前MOS模型已上线开源 促进人工智能模型研究和开源社区的生态繁荣 那我们的另外一位嘉宾是竹坚智能的创始人兼CEO 简仁贤先生也欢迎简总 简仁贤 资深人工智能专家 曾领导微软小兵在亚洲落地 2015年8月创立了竹坚智能 致力于打造中文市场上优秀的人工智能伴侣 与商业机器人解决方案 两位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接触到 AI大模型的这个技术浪潮 又什么时候开始去做自己的动作布局的 虽然大模型对我们公众来讲 可能是近期比较热的一个词 但从学术研究领域 其实从几年前就开始了 并且在两年前 有很多研究者就得出一个结论 就是说如果你想人工智能这个性能 要有所提升的话 那么它的规模要成指数增长 才可以带来那种线性的性能的提升 所以这势必就是说 对于研究者来讲 如果想要提升性能 那么它的规模就要不断上升 这就是为什么现在的模型就越来越大 所以我们叫它大模型 对 大是一个相对的词 就是可能在几年前 这些参数的数量 比如说在亿这个级别就算大 那么放在今天的话 可能就比如说在百亿到千亿 这个规模就是大模型 对 简总 所以从一个企业的角度 您是什么时候开始 关注到大模型的这个技术方向 我们从2021年吧 开始关注GPT2 GPT2它有大概有15亿的参数左右 一直到2022年的年中 6月 7月的时候 谷歌它其实有一个模型 NAMDA的发布 有一个突破 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就开始 如何把我们的这个产品 加上大模型的技术 开始做研究 那么一直到11月底 12月初的时候 这个CHET GPT1出来了 那么世人终于理解到 大模型怎么样去做 我们开始知道了这个方法 就是大模型做一个技术 和我们市场之间的交互 好像真正被打通了 是的 因为CHET GPT1出来以后 它就跟你讲三个步骤 它是怎么训练的 那么它是怎么应用 它是怎么得到这个结果的 它本身是没有开源的 所以全世界的人 大家都在研究 它的绝大多数训练数据 都是英文的 我们怎么做一个 中文版的GPT 那么就有了类GPT 这样的一个词出现 其实在国内的进步 是非常非常飞快 包括邱教授的这个MOS 所以两位如何去开始思考 自己在这个浪潮里面 你的战略部署 你的定位 MOS是怎么思考的 好的 GPT 不记得推出的时候 很多人非常焦虑 都是说我们的差距非常大 但其实我们想一想 就根据OpenAI它一贯的做法 它的模型应该非常简单 还是一个language model 所以我们就 根据我们的经验 就也在这方面做了一些尝试 然后在一月初的时候 就浮现了它的能力 因为对话能力是相对来讲 比较容易激发的 这就是我们后面 为什么要推出这个MOS 就是希望让大家都来用的时候 它能够通过它的使用 能够不断提升它的能力 逐渐的这个企业的定位是什么 它为什么样的受众 提供什么样的服务 我们的使命是让所有的企业 都能够有一个可以得到的 可以触及到的一个AI的技术 让技术能够变成产品 产品变成应用 应用变成服务去落地 最后我们再回馈到学术研究 所以这个是一个 世界科技进步的一个闭环 我们所有的企业客户 他们服务的用户 可能都有八亿到十亿的用户 这么多 所以你们帮助他们 如何通过技术的力量 更好的和他们的客户进行交互 是的 所以我们说其实在这个 AI大模型的这个生态圈当中 大家普遍会把它分为四层 底层是算力层 再往上的是框架层 再往上是模型层 再往上是应用层 那MOS应该定位在哪个层 可能就是下面的几层吧 其实应该还有一层 应该是数据层 数据非常重要是因为 不是所有的数据 未给模型都能带来收益的 那么在此期间就是如何 把那些具有高价值的数据挑出来 这个是非常重要 那么另外一个就是框架 因为现在一个模型放在一张的这个GPU 或者一台机器上都放不下的 在训练的时候 它可能放在进百台的这种机器上 那么这样的话 你如何把这个模型拆分 以及呢就是拆分完之后 怎么去做它底层的这种 比如说算法上的优化 那其实都是非常重要的 MOS是一个基础模型 那基础模型上面 我们还有叫做行业模型 是给一些组织应用用的 那么在基础模型的部分呢 现在的趋势是会走向 两种不同的形态 一种就是超大型的这种基础模型 它是面向C端去提供服务的 比如说像CHAT GPT 它有一两亿的这样的一个用户 另外一个呢 我觉得是未来的一个 特别是企业 还有创业公司 一个主流的推动力 就是开源的社区 包括MOS也是一样 可以说开源为这个生态 提供了一个基础设施 是的 企业才可以在里面 去做他们自己相关领域的 进一步的创新 是的 因为比如说像CHAT GPT 这样的一个模型 它是不可能私有部署的 那企业它不可能上传 它的企业的机密数据 到这种互联网式的 超级大模型上 现在企业的趋势 就是用开源模型自己来做 那么CHAT GPT用的 大家都知道 1250万美金去训练 这个的叫预训练 没有任何企业 有这么大的成本 所以最好的就是 拿这些预训练上面做 我们叫微调训练 微调训练 所以我们在做就是 如何帮企业能够这些模型 能够训练到 微调到企业所需要 欢迎回到中国经营者 本期节目我们继续探讨 国产AI大模型的探索之路 算力 算法 数据 被称之为 人工智能的三架马车 算力是AI发展的基础设施 算力布局主要来源于 芯片的采购布局 算法是AI解决问题的机制 不同的公司都有自己 实现大模型的 独特路径算法 数据则是 算法训练的养料 在国内大语言模型的赛道中 不同企业和公司 都会面临哪些不一样的难点 那对我们学术机构来讲 我们面临的问题 当然肯定是最大的 来自于这个算力 我听说一个数字 说这个复旦目前 是有一千多块的 这个芯片 对对对 这个够吗 对大模型来讲 其实还是不够的 我们因为做大模型 那你总会想要超过GPT4 那你想一想 如果做GPT4 它号称是一个万一模型 那当然它的架构 具体是什么 外面不知道 但是如果要训练出来GPT4 那它的算力的消耗 要比现在 可能再大十倍都不止 那么这样的话 就对我们整个国内来讲 可能算力都会是 非常非常紧虚的 另外一个层面 就是数据配方 大家还都没有达到 就OpenAI的那个配方 数据配方 对 但这个配方 它是不外传的 对不外传 那这个都是需要去投入资源 去做实验的 即使是说我们知道 别人已经做出来了 但如果我们自己去复现的话 还是要比较大的投入 Chat GPT上线以来 业界开源的大模型 多数由国外的机构贡献 对于英文的支持 对于英文的支持没有任何问题 对于中文的支持 却有所不足 开放源代码和模型参数 是邱西鹏带领的 复旦自然语言处理实验室的 一直以来的学术坚持 2023年4月21号 MOS作为国内 首个内Chat GPT应用 正式开源 分享给大众使用 MOS因其良好的 意图识别能力 和多轮对话能力 被大家所关注 在这个阶段 你面临的最大的焦虑 来自于哪里 你刚才说到各个维度当中 我没有焦虑 我觉得就是说 我们还是一步一步去做 我们就要去创造一些条件 然后能够去追得上 比如说我们算力不足 我们有可能去找到一条 其他的架构 比如说能够吞一下 非常大的上下纹 这个能力非常重要 但在这些能力上 其实Transformer的架构 并不是最优的 那所以就给我们 以某种程度上 能够去找到一个新的路径 去超过Transformer这种 这种体系的这种大模型 Transformer之外的另外一个 因为刚才提到 像OpenAI他们之前 不是提出所谓的规模定律吗 就是如果你要增加性能 你就得比如说十倍十倍的 去增大那个模型的大小 那对Transformer模型来讲 就是它有个非常 就是可以说它不足的地方吧 就是当它模型规模 扩得非常大的时候 它对算力的消耗 其实也会变得更大 就是特别是比如说输入长度 非常长的时候 它目前其实是没有办法做的 那么这都是它的一些架构 带来的问题 那如果我们能找到一条 就是能够比如说很好的 缓解这些问题的话 那我们就有可能就得到一个 比目前OpenAI的GPT4 更好的一个模型 因为从切GPT开始推出来 让我们看到它非常非常多的 这种能力 那么这个时候你就会开始思考 那么这样的一个大的这种 通用的大模型 我们怎么去落地 所以企业现在很茫然 这个时候我们是帮助它 如何去落地 其实邱教授做的是提门槛 您做的是降门槛 对 那我们要把 Foundation Model的东西 上面去做模型 是可以到企业落地 转换成我们的收入 希望我们能够赚钱 再回馈到学术界 然后学术界再去投入Foundation Model 那这样的一个正循环 企业要落地呢 它很多并不需要 很多世界的知识 比如说石油公司 它是不需要医药的知识的 比如说医药公司 它是不需要物流跟电商知识的 所以它不需要那么多的数据去训练 因为大家对于大模型有一个误解 就是说所有的企业都需要 像ChairGPT这样的模型 其实不是 它是有任务的 你根据这些任务去训练一个模型 可能都不需要超过130亿参数的模型 就可以达到这些任务 在ChairGPT这样的一个超级大模型 85%甚至90%的能力 我们要做的 不是去做像ChairGPT OpenAI这样的事情 我们要做的就是 让大模型落地企业的最后一公里路 企业落地呢 我是提出来的三个步骤 第一个步骤是企业要先找到 我们叫唾手可得的场景 比如说在销售的场景 做销售的助手 比如说在客户服务的场景 做客服这些场景都是唾手可得 马上就可以去应用 那么第二点呢 企业应该去找到的是 什么样可以帮它带来 High Impact的场景 High Impact就是说 它企业目前遇到的困难 是以前它用传统技术做不到的 它可以用新的人工技术去达成的 那么第三个才是 企业再去做自己的真正的 大的通用模型 那这样子才有办法去解决 算力数据 还有这个模型的 这个三角形的这个问题 欢迎回到中国经营者 本期节目我们继续探讨 国产AI大模型的探索之路 Chad GPT横宫出世 拉开了大语言模型产业发展的序幕 海外市场 Open AI 微软 谷歌 Meta等巨头动作频频 中国市场也在百花齐放 百度 阿里 华为 腾讯 360 商汤 京东 科大讯飞 字节跳动 等巨头厂商 结合自身业务级战略布局 陆续宣布研发 或已发布大语言模型产品 然而大语言模型厂商商 商业化路径各有差异 在未来 整个行业的格局 会出现赢家通吃 还是寻熊逐鹿 目前尚未可知 那我现在要讲了一个 就是说 我觉得呢 去复制一个Open AI 我觉得不现实 也不实际 我们要有自己的方法 就用旧的思维 是没有办法去颠覆 现成的东西 所以我觉得我对于 邱教授在做的 坚持这个Mars开源 这个我觉得是 对于我们未来 技术模型的这个发展 是会起到一个 一个长久的一个效果 而不是马上就把它拿来 做商用化 Mars已经定下来 一个Foundation Model在中国的这个 开源社区一个 一个领先者的一个角色 我们也在采用这个Mars 自己在微调 自己在训练 我相信您肯定在 对这个行业里面的 各个大家一起努力的 这个同行们 都在研究 他们每个人 都会找自己的路径 那我觉得就是 科大逊飞最强的部分 是在语音的部分 我觉得大模型 如果它能够去放进去的话 对它来讲 会形成一个语音 加上大模型推动的一个 对它来讲一个 另外一个增长线 那360的话就是 它原本在搜索里面 有它自己的 自己的Niche 比如说像车宰 或者是智能家居 它也有做一些图处 如果这些东西 它都能够加上 大模型负能的话 它会有另外一个增长局限 而且更加具有竞争力 就是每一家公司 都会有一个 Core Competency 我觉得国内的这些大厂 如果说在它的核心的东西 能够去壮大 而不是盲目地去追求 OpenAI这样的一个 我们叫复制的话 对于整个生态 整个国内的 这样的软件生态 会更好 第二个我觉得 如果说国内大厂 能够切开这种 所谓的壁垒 学术机构 跟创业公司去合作 大厂才能够 一加一等于三 为什么呢 因为创业公司的优势 是敏捷 快速角色 那比如说学术机构 他们是没有变现压力的 那么他就可以思考 我下一步的突破是什么 那如果说 大家都是各自在做 能够弯道超车的机会 是非常小的 是非常小的 我们也知道 Chair GBD它的出现 包括 OpenAI里面的 几个联合创始人都说了 是一个surprise 研究都是会有一个 surprise出现 才会有一个突破的 所以每一次 在做一个 技术前沿的颠覆性的时候 它是没有一个 商业化指标的 邱教授站在 突然的角度 就国内的整个生态 如果可以更健康地发展 有没有一些 关于行业发展的 一些建言县策 就是刚才您提到 就是说那个 后发优势 其实它是有优势的 就是包括比如说 在今年很早期的时候 像百度他就宣称 做中国的Chair GBD 唯新一言 他们那时候做的时候 没有太多参考 包括像我们做的时候一样 就是凭过去的一些经验 还有就是对这个领域的认识 然后做出来的 有一些人收过的钱 走过的路 你还是可以抄点作业的 对对对 所以在这个基础上 比如说放在今天 如果我相信像百度重新再做这件事的话 他可能会做出更优秀的 这个文心一言 包括原来MOS怎么走的 我们也都分享给大家 但是真正要成为一个企业的生产力工具的话 这个我们其实还是和 OpenAI的GPT4或者3.5 还是有一些代差的 比如说我们聊天 看起来大家都不错 但是越往后走回越难 那么这个也是希望 就是可能学术界也会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现在其实数据之间还是存在一些壁垒 对 但是如果假如说 有些企业它可以去共享这些用户交互的数据 其实很多的学术界 它会基于这些数据去研究 怎么样去迭代 能够达到一个更好的效果 那么我是觉得这样是一种双赢 我觉得今年是国内AI大模型的元年 未来逐渐地洗牌以后 可能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行业的格局 我觉得因为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设施的话 它将来的生态可能就是像OpenAI这样的一家 它做得非常好 但是还有很多开源的 就大家拥抱一个一两个开源的这样一个 大的比较好的基础模型 然后共同来开发 就非常像比如说目前的 比如说这个iPhone和Android这样的 所以底层是这样的 类似于现在的这个Android和iPhone 是的 再往上呢 再往上的话 就是我觉得像比如说竹间智能这样的公司 它就可以去在上面去做那个垂域的一些应用 最终可能就是我想通用人工智能确实是会在将来的几年之内就会到来 一方面当然是面向企业的 每个企业都可能有一个企业大脑 那么另外还有一个我觉得非常重要的可能是面向个人的 就是比如说我们的个人助理 帮助我们处理很多日常生活中的事 类似于电影中的这种AI形象 可能比我们想象中的会更早的来入我们的这个现实生活 所以其实我觉得CHATGPT出来以后 就大家既兴奋也有很多的焦虑 我们可能所有人都需要去开放我们的这个心态 我就套一句黄仁勋 黄总 英伟达的这个CEO讲的一句话 我每一天都是处于一个兴奋跟焦虑 这个冷跟热的交替状态当中 当我想清楚了怎么克服我的焦虑 我就有个新的气息之后 我又兴奋了 兴奋完以后又发现 又有一个新的技术又创新出来 所以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冷跟热的交替当中 我们有了创新 我们今天访谈的两家公司非常有意思 一家是专注于向内 它是做这个人工智能大模型的开源的基础设施的 那么另外一家实际上着眼于外 也就是说如何使得应用的行业和企业 能够更好地来使用人工智能 我觉得这两家公司一头一尾 可能已经包罗了未来我们在整个大模型这个领域中间 可能需要共同去关注的这样的一个社会的企业的结构 也就是说我们高校的基础研究和那些平台企业的大模型的研究 那么和我们的这些专业模型的企业搭建起人工智能大模型这样一个形态 在我们中国足部足部推开的这样一个过程 那么在推开的过程中间 今天有一位嘉宾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思路 他提出我们的企业首先应该关注那些可以被人工智能替代的部分 其次我们再来关注我们目前做不到 可是通过人工智能的赋能可以做到也就是说提高的部分 那未来我们再来专注于真正产生变革的部分 那我想这样的一种思路是非常务实和能够有助于企业推进 其实今天大家对我们的访谈还有一个关注点 就是邱熙鹏教授他开发的那一套系统 命名为MOS MOS这个词大家都不陌生 因为在《流浪地球2》这个电影中间 这样一个人工智能的机器人就叫MOS 在电影中间这个MOS在人类的觉知之外 他自己做了一些自己的意识告诉他应该做的事情 那这也提出了我们对人工智能的另外一层思考 大家都在想这样的现实呢 是不是离我们越来越近了 那么我想在我们这一系列访谈的后面几期节目当中 我们会对这个问题和大家一起来做更深的探讨 好 那再次感谢两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本期的中国经营者 或是刘烨 我们下期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